我们到这里来 刚才我问了一个这里的一个警察哥哥 然后他说已经没有去华兴的船了 两三年前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没有人因为没有不赚钱 只能大巴去出行 大家好我小胖 今天我们现在在双条车上 这个我去码头看一下 有不有从那个巴提亚到华兴的船 我想知道一下 因为接下来要跟朋友到华兴碰马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曼谷绕一圈了 所以因为很多人说 双条不知道怎么做 路边蓝车直接上 然后十块钱一个人 不要给多啊 十块钱一个人 然后至于路线 我之前视频做过 大家自己去百度查吧 十块钱一个人 那么我坐到步行街 然后再从步行街走到码头 我给大家一个省钱攻略啊 然后我去问一下 有不有 反光 有不有类似于去华兴的船 我们去看一下 好吧 先双条车上 然后双条车是这样的 海滨路 这个叫一路 它这里都是单行线的 然后二路就是从南到北 然后这里的话 就从21行站楼到步行街 反正这班车就这样 然后自己直接上车就行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反方向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自己百度一下吧 哎呀 双条车 其实我觉得双条车蛮爽的 就是热了一点 但是开起来的时候 还蛮凉快的 千万不要堵车 堵车会疯掉的 这会好热好热 因为它上面没有巅峰线 也没有啥 但开起来的话 还是蛮凉快的 像这样双条车 我一个人坐 也就给石台珠包车 我们到了 到了要按一下这个零 转弯了我就按一下 哎呦到了没有 哎呦到了 按这个零 来到了 我们就按这个零 零按一下以后 我们就下车 下车以后 就石台珠给它 看完看 对啊 然后我们就往步行走 这是白天的步行街 我每天带大家逛 逛白天的六项 白天的步行街 在泰国过马路 都要看啊 看右手边 有没有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 白天的步行街 给大家一路打卡打过去 给一路看过去 因为你会发现 白天的步行街 跟晚上的步行街 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 都会走白天的步行街 而不是走晚上的步行街 前两天我到这里来坐一下 这家吧也蛮有意思的 这家吧消费不高 反正四个人 花了一千态度 两百多人民币吧 那也做得蛮开心的 有好多吧 晚上我不来介绍 因为晚上都是音乐很吵嘛 那我就白天给大家介绍 拿几个吧好玩的 大家一说 小胖不做风月 不做风月 我是不做风月 但是白天还是可以的 告诉你拿几家吧好玩 大概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特色 不过在泰国 你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们玩的是 不是吧 不是这个地方 是里面的氛围 里面的人 对吧 所以这个吧好坏 其实差距不是很大 很多人比如说像杭州 我只认某某几个酒吧好玩的 其实不是啦 是要看跟你一起去的人 好不好玩 这几家饭店都会很贵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商业街上 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海鲜馆 肯定是超级贵的 我也没来吃过 那么 谢谢 然后比如说这个上面 大家可以看 Rich 它有个阿勾勾 这个阿勾勾是什么东西呢 穿了比较少的跳舞 我只能这么讲 穿了比较少的跳舞 它会有很多 这也是一个泰国特色 那像这种呢 就是类似于啤酒吧 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的 然后这种呢 就是比较稍微正经一点的场所 那像这些 它有个阿勾勾几个字在门口的 有帘子拉起来的 这些相对来说呢 就是没那么正经 这么说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再走 其实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就一进一进到底了 我就中间不剪辑的 这家808也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来这家808 这样808也是刚才我说的 类似于就是啤酒吧 大家坐下来聊天的 那还有一些这些小巷子里面 反正越小的巷子 肯定越不正规嘛 这样808是我个人认为是蛮好的 晚上人也超多 都是泰国本地人 别叫我带你某碗啊 我不玩的 我怕很多人看了视频 哎呀小胖你要去做带碗了 拍风月了 不是不是不是 只是刚好去码头 顺便告诉大家一下 去码头怎么走 一般这样走会方便一点 或者说你不嫌热 不嫌热吗 跟我一样走路 如果你嫌热嘛 那么就打个摩托车 从这里过也就可以了 像这种什么 Apple啊 agogo 这种反正大家注意 有agogo的词的 拖家带口就别往里进来 那么像前面的话 像有很多什么类似于 然后这家前面的Palace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这种都是属于比较有名的店 这家Palace 包括前面有中国人开的Panda熊猫酒吧 然后也有三哥玩的比较多的 叫宝莱坞 也蛮有意思的 带我给大家看看 这家也是比较原来有名的巴卡拉 这家也是一家GoGo 这种店都是原来国人去的比较多的 像这家PingUp 我一直在说的 也是比较有名的 像这种呢 就相对来说 就是类似会所一样了 它正一栋楼吧 看装修就知道了 那么很多人 大家到这里来 我个人认为啊 沟通很重要 那你不懂英语 不懂泰语 你说 有点那个小坑吗 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吧 如果你沟通能力够强 语言能力够强 我觉得我到现在 到泰国来 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被坑过 我觉得没有 当然可能身边的朋友也比较靠谱 自己听也听多了 见也见多了 就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点 这一家就是比较有名的熊猫酒吧 Panda Panda Club Club Panda 差不多嘛 就是夜场会 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的 电子音乐吧 它在二楼 就在这个位置 白天跟晚上差距太大了 晚上灯火通明 白天 这条街跟鬼一样 听朋友说疫情的时候 这条街还要夸张 你连人都看不见 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 在这条街上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中国的旅游团跟团 也会逛这条街 这是一个特色 大家可以领略一下 不一定要进去 这条街到晚上 大家走一圈 其实长度一公里 走一圈也蛮有意思 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 看看泰国文化 因为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因为玩的话 其实不止白天有东西 晚上夜生活也是 其中的一部分 泰国人为什么会那么 喜欢开酒吧 不光赚钱 这是一方面 他们天性就很嗨 他们可以搞一个 类似于跟我们的 广场舞一样的 搞一个喇叭 在路边嗨 这个都没问题 跑到泰国的农村去 两个人拿一个喇叭 他们就会牛 而且天生会牛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牛不来 很多女生我们身边 可能不学跳舞专业的 都不会牛 他们就天生牛的好看 而且每个人都能牛 这是我最神奇的地方 你知道吧 我差点走过头 这里是麦当劳 这里就是三哥的 宝莱屋 这个应该是堵宝莱屋吧 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听说里面都是很嗨的 都是那种印度的神曲 我等我找个BGM 我找个印度的BGM的神曲 给大家放房 听说里面很嗨 我们还没去过 什么时候有空 我觉得可以去一下 三哥的酒吧 你听说真的蛮有意思 我们继续往前 前面走出去就是码头了 那边有家很大的7-11 所以你看生意也很难做 在这样的一个步行街 他们都在转让 这个生意到底是有多差呀 继续往前走 这个是 无限量上网 无限量上网7天299 这卡可以啊 60块钱7天5G无限量 就前面有个7-11 这幢楼我跟大家讲过 听说这幢楼现在要拆了 出了很大的问题 把整个东西挡住了 这幢楼 然后这里是码头 各种旅行团 所以我不知道去哪里问 我是要走到里面去 船边上去问 还是到这里的工作室问 这个我要研究一下 因为外面也有船公司 这就是码头 大家都在卖票的 但都是去格兰岛做快选的 大巴上次跟大家讲过 直接去船边上就行了 不用统一售票 太热了 我这里躲一下 我最开始一直以为 这里是卖票的 结果不是 想太多 我们到这里来 刚才我问了一个 这里的一个警察哥哥 然后他说 已经没有去华星的船了 两三年前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没有人 因为没有不赚钱 只能大巴去出行 哎呦 赶快赶快 太热了 太热了 我们到这个7-11 来蹭一下空调 然后等那个 等车来接我 还有这个免费空调 先蹭的 我先去蹭会 给大家讲结束语 哎呦 太热了太热了 这个7-11其实照的也蛮好看的 哎呦 它锁了 空调火来了 这个7-11你看也是蛮大的 顺便普及一下小知识 这个三种杯形 16-20-26 三种杯形 我们就直接拿一个 然后大家自己看要喝什么 巧克力的 还是咖啡的 类似于咖啡的 这个应该是奶茶吧 泰式奶茶 然后大家打满就行了 可以先到这里来打点冰 然后再打这个里面的 泰国人都这么喝 因为一般来说中国人的话 我觉得那么点冰就够了 不要打太多冰 因为泰国人都打满了 他打满以后呢 是会淡一点 不过这个奶茶 我建议大家打满 因为这个奶茶有点浓 有点甜 所以打满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该怎么弄 对吧 看自己的口味 喜欢吃淡一点的吗 被冰打多一点 喜欢吃浓一点的吗 冰打了少一点 再说一下 千万不要跟有些博主学 拿两个杯子 对吧 打一杯冰 打一杯满满的饮料 这样的话 两杯拼一下 就能变成两杯饮料了 千万不要干这个事 这个就比较丢人的 你说你冰打多打少 这个味道淡一点浓一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千万别 别做那种事情 自己拿个杯子 两杯云来云去 这样的话很丢人 我呢 刚才打了那么多冰 但是喝这个 还是有点浓 这个我一定建议大家打满 其他的话 反正自己尝试 对吧 这个我觉得到冰 打到这里刚好的味道差不多 如果你只打那么一点 冰你会腻死的 打太多呢 又淡了 走了走了走了 然后他会给你个盖子 然后我们只有3块多 3块多一杯 反正一手消息给大家拿到了 现在巴提亚到华星没有船了 我已经摔死了 我就从步行街走了那么一公里 我已经额头都已经红了 受不了 太热太热 大家能打车 打车吧 这个连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博主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我脸整个脸开始发烫了 你明白吗 而且这个是海边 我就觉得这个码头啊 它的紫外线辐射可能是因为海水的缘故 它比我在市区 我住的公寓那边 我就感觉杀伤力更大 所以大家出来防晒要做好 但是呢 长居的人呢 都告诉我 防晒其实没啥用 大家刚来长居的时候 都会注重防晒 注重什么 但基本没什么用 几个月以后 大家也都不坚持 这个我也在想 我晒黑 我能黑到哪里去 我就打算这样晒了 我也先回去了 这个今天实在太热了 白天 不宜出门 不宜出门 真的不宜出门 我回去剪视频去了 各位拜拜 今天的攻略就到这里了 我们去看了一下 步行街的白天 跟来问了一下华星有没有传 一天就干一件事 拜拜